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詩聰漫人 以及各位貴賓 大家午安 今天很榮幸來參加這個會 那我就想 書創獎已經是第八屆了 那在整個過程裡面 事實上我是從大概第五屆有來參與 那看那個作品一路走來 就是說我在想 各位剛剛也看到一些作品的呈現 事實上是越來越精緻 越來越有創意 那覺得我們這個台灣真的是 未來滿有希望的 看到這些人才真的 我覺得真的 我在想剛剛蔡萬年也講過 真的是台灣未來的實力一定是再人才 另外就是說事實上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這個有參與的人數 其實也沒看得出來 這個整個影響裡面滿大的 就是說每一屆大概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大概每一屆都七八百屆 是在早期的時候也有更多 但是那個是因為沒有訂主題 但是在第六屆訂了主題之後 整個大概作品那就更深入了 所以這個影響裡面真的是滿大的 那再加上這個種子學校的設立 還有很多其他事實上已經把這些題目 就是說我們這個 這個樹狀獎所訂的題目 也就訂了一個 看守下一個作業 還是結合課程 所以這個整個影響面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深 那我們教授大學也非常榮幸 能夠有這個機會來一起來協助辦 那事實上我們只是負責這樹創也延貴的部分 那我在想學生 我們教授的學生也在這裡面學到滿多的 因為他們平常所接觸到的人 大概比較少一點這種類型 所以非常感謝這個黃基基金會給我們這個機會 那今年提問為我想 本身上改變就是很有創意的成本的存在 所以我很期望能夠看到今年更好的作品出現 好 那在這邊謝謝大家 祝大家身體健康和素性的東西 謝謝